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妈妈在怀小英的时候 实际上小英是保不住的 用药物给她留下来 后来慢慢慢慢小英就 就显现就可以看出来 她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 爸爸妈妈好吸痛 我住在几个面 几个室 唐世震的病人其实在外观上面会很典型 他脸部会比较扁平 然后鼻梁会比较塌 眼睛的分离的距离会比较宽 那耳朵会低胃耳 然后手掌有时候也会断掌 那他们个子也会比较矮小 视力发展上面也会比较不足 好 慢慢来 慢慢来 来 好 一 二 三 四 是 以前他是非常非常活泼 现在感觉上好像真的是迟钻很多 去年开始 我发现他走路很慢 尤其是上下楼梯 现在还是需要就是牵着他 你不牵着他没关系 他要扶 好 你扶那里好不好 来 来 手 我们手上去 他要扶到那个栏杆 然后慢慢上 而且他自己有他上下楼梯的方式 他会数数 一 二 三 四 这样子 慢慢数数这样子上下楼梯 糖尸症的病人 他们也很容易会在四五十岁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实质症的一些特征 也就是他的很多一些生活治理的功能 或是甚至智能的功能也会慢慢的退化 所以有时候也会影响他走路的肌肉的控制能力 还有他的平衡能力 爸爸妈妈都很疼小英 是他如珍宝 那时候光人的起志班是很有名的 他从小学初中到高中 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他在学校的成长过程里面 能够多接触人群 然后就是慢慢慢慢的让他跟一般人是一样的 年轻的时候跟小英的接触不多 因为我那时候就在国外 八年多前爸爸身体不好 我回来的时候我才开始接触到小英 他是非常非常善良 但是他很固执 比如说他不喜欢把窗户关起来 他不喜欢密闭空间 他喜欢把窗户开开 可是冬天的时候很冷 那寒流来怎么办 可是他不肯关窗 刚开始接手我不太了解 我会跟他有争执 硬碰硬 我有时候去到 这样很勇气地打他一下 他愣了一下 他就走开了 我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说我为什么要出手这么重 后来一看 打开 过来看看他 五个手印在上面 把我哭了一天 爸爸非常疼小英 爸爸过世了 小英在睡觉前跟起床后 他的第一件事情 他不是去刷牙洗脸 他是坐在爸爸的书房 在那边 坐在他的书桌前 在那边坐一会他才走 慈忌就是日照给他一张奖状 他把他的奖状 放在爸爸的书桌上 他的想法是说 爸爸有一天会回来 会看到他的奖状 他对爸爸的感情 那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好 爸爸过去以后 妈妈身体就非常不好 有一点点失智 一天不如一天 那妈妈有几次比较危险 刚好这就在我觉得我心里很娇皮的时候 因为我要两边都要照顾 当初小英她妈妈住家或病房 那因为出院准备都会去 关心遇到小英的姐姐 就跟她说 其实她可以打1966指定 台北慈激的居服单位 先去帮她做一些服务 一开始对她的印象是 无法跟其他的长者做一个聊天 或者是任何的互动 她有些时候可能是很沮丧 因为她想表达的我们都猜不到 她其实不快乐 甚至她有时候会哭 有时候她会想到她妈妈 有时候眼睛会流眼泪 就摸摸她的头 就是摸摸她的手 我要说好不要难过 其实我也是蛮兴奔她的 她跟我同年 所以我对小英 我从来都把她当成 就是像自己的兄弟这样子 我对她其实我更用心 小英她是比较属于 中年的唐氏症 越到有点年纪的时候更退化 菜啊或者是说她的一些食物 她没有办法就是很快的去救口 好 好 在饭碗里面 好 搅一搅 好 拿起来吃 吃 好 自己做一次 缺了很多牙齿 所以她的牙口的咀嚼的功能就比较差 所以她就是吃那个软烂的饮食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换手 换这手 很好 一圈 转 最主要的目标是要维持他们功能 好比说肢体上的功能 听觉啊 思考上的一些反应 针对各种不同的区块 去给他们不一样的课程 要练习丢 来 丢 丢 看 来 拿着 来 小应来 加油 丢哦 丢 所以我就开始在我一连串的课程里面 我就增加了肌耐力的训练 还有她手指头的关节 她的这个精细动作 5 5啊 中间那一个 丢 5 5 再来 做这个套圈圈的练习 一开始她不是套哦 她也不能抛 她是完全就走过去 然后把它放下去 能够如何拿着这个套圈圈 然后再把它丢出去 用你这个手臂的力量把它丢出去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训练她 她真的有很大的进步 她真的可以丢出去了 虽然都套不到半个 可是这个动作我们表示她学会了 她对音乐特别的敏感 她眼睛亮了起来 从此她会给我掌声 然后她会给我歌声 小燕好喜欢音乐 她以前在光人的时候就是合唱团 她只要一听 然后她就会唱 听到那个旋律她就会唱 3 2 当我播放音乐的时候 她又跟着我们唱歌嘛 然后一直很快乐 她很雀跃的感觉 一般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真是了不起 她是一个人体音效的感觉 就是她很能让整个环境啊 氛围的气氛很欢乐啦 因为我们对她的爱心跟耐心 我觉得她哭泣的次数减少了 然后微笑的次数 开心的次数是增加了 小燕在那里很快乐 日照的一些老师们都非常好 非常亲切 然后照顾小燕无为不至 非常非常地放心 也非常地感谢 这条路你知不知道这是回家 你认识这条路吗 我出去吧 就是有个巷子有个桥可以过去 这就黄和路嘛 对 出去以后尽量叫她走路 训练她的那个一些能力 不要退化掉 这两年来 有些地方有进步 刚生病的时候 这边都不知道 都不认识嘛 刚回来的时候不认识嘛 对 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 她说这什么地方 她看到我她就 她就想不起来了 三辖亲戚的事情 舅舅啊或者是阿姨啊 都记不起来 你被租到我们 生病以前她在教会有很久了 而且会被一些主导人 可是只有这一手 其他都忘记了 朱月后来做断层扫描 她脑部里面有一些血管堵塞 失识血管型的 血管型的失识 以她不同的血管 所分布到的功能 受到中风影响之后 所呈现出来一种阶梯式 一种变化 大脑受损的部位 影响到是记忆的部分 记忆退化得特别厉害 特别明显 帮她开水准备好 衣服准备好 我让她自己洗澡 忘记怎么洗澡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我要上厕所 你要上厕所是吧 对 好 去去去 一下要大便一下要尿尿 一下就要去 一下就要去 厕所一出来 右脚刚踏出来又回去了 又要尿 平跑厕所 但是却她不禁得能够解得很顺畅 变得突然大小便 没办法控制 失禁了 她会因为每一次血管 发生了一些状况 在临床上面 可能表现出来的是多样性的 有 活动票 好 对 对 我看看 有活动票 我现在71岁了 我妈妈92岁 因为自己本身我也在看心脏科 看血糖 整天就是三餐 吃药 洗衣服 各式各类的这样子 不能回我自己家 那个时候不知道有长照这个东西 这些事情一直循环循环循环 每天这样一做 蛮累的 嘿 大哥 我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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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今天还好吗 还好 苏喜阿姨她的服务 比较单纯 就是沐浴跟陪伴 儿子会提出这样的申请 她是会觉得说 她好像就没洗澡 可能换了衣服就出来了 她就问她说 你有洗吗 她说有啊 我有洗啊 因为其实看在地上 有没有水 其实我们也可以判断 那第二个就是又怕洗了 又洗不干净 先把七找出来 先把七找出来 好 你现在七后面要接什么 接九啊 接八再接九 九 苏喜人妈妈 她很厉害 她在家里 她自己会玩复刻牌 六 我们所谓的陪伴 有些时候就是看长者 平常她在家里 做些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呢 就顺着她这样的活动呢 然后下去做延伸 九的后面接十 十 复刻牌呢 可以让长辈就认识素质 认识的是颜色 四种不同的花色 可以训练她们的一个专注力 还有认知的能力 四 那我们坐十下好不好 五 帮我一起数咯 走路居家 我们希望长者 她的身体也可以有做一些运动 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带一些 伸展运动 或者是关节运动 藉由这样子的运动 可以强化她的一些肌肉 至少让她的固态也可以更稳 因为刚开始接触 所以我就还不是很了解她的状态 令我比较讶异的 就是 她真的就是非常的频妙 好 好 好 考考大家 数字成语 有没有玩过 三加二 有没有三的成语 好 来 三心二意 可不可以 三心二意 可以 可以 用团七年 三加二等于五 五福林门 五福林门 因为大家比较会听得懂 刚开始来的时候 她说小姐 我想上厕所 我说 你刚上过了耶 她说 可是我就想上啊 一天跑二三十次 哇 真的 真的是不行 绕中心 就跟我讲 看那个泌尿科 说她都没有毛病 她说是膀胱过敏 尿好没有 她在这种失智的情况下 认知的改变 可能就会造成她说 她觉得有一点点尿 她就想要尿 然后执行方面的改变 可能她尿到一半 她就觉得她尿完了 她就终止了 周围的人觉得她好像 无理取闹好像一直在 一直要上厕所 但是也不见得真的 每一次都有尿出来 每个张者的身体状况不一样 既然遇到了问题 那我们就想办法去帮她解决 那也会跟护理师来讨论 刚开始是用转移注意力 就是给她画画 然后跟她唱歌聊天 可是她还是会拿着那一张画 就会起来 你先帮我拿一下 我去上个厕所 上厕所 帮给我 走 调的时间 你听到这个 才可以 听到声音叫特技 才可以去 嗶嗶嗶 去哪里 可以厕所 我们后来就用计时器 先设五分钟 这五分钟之内 其实她已经可能要起来两三次 说她要上厕所 我们就是会跟她慢慢的沟通 先来努力控制一下 我们的膀胱的那一个能力 我们来试试看 你上管了没有 上管了 现在是几分钟才可以上厕所 几分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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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有没有不舒服 没有吧 可以 好 试试看好不好 对啊 这样子 来 那我们先进去上去 好 旁边的同学也会帮我们沟通说 苏贤 等一下 你才刚去过 我们就是想要把 上厕所的次数可以减少 看谁有七喔 七把它找出来 这边接多少 这个七 这个接八 好 接八 好 其实老人家有时候就真的跟小孩子一样 他很需要重新去学习定时去上厕所 那中间是要穿插其他的活动 他的精神不要全部集中在吃东西上厕所 这些基本的生理需求上面 慢慢的其实也可以刺激他的脑细胞 让他在执行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行动 可能会好一些些 你这个念出来给大家 是 十三 几年十三 十三 减九 好 是 数字的加法跟减法 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长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数字纸卡上面都已经帮你写好题目了 那他的答案就是在紫卡的后面 紫衣的请举手 所以透过这样子玩游戏的方式 头脑稍微还要再稍微去刺激一下 同学之间也都可以有互动 然后也可以对数字有所认知 慢慢走 那第二次可以拉到十分钟 第三次我们拉到二十分钟 这个过程它其实慢慢就适应 现在是不用听那个铃声 但是他就可以大概看同学起来 他才起来去上厕所 好 你坐这 对 小英给你坐 好 你要看他 好 好 好 你好 人中 人中爸爸 每天可以来到日照中心上班 其实是我最开心快乐的事 在跟长者互动的过程当中 就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就感觉就是 其实他们也真的也很疼我们 在课堂上 他们也会帮我们照顾 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四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我能忘记忍此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苏学妈妈呢 在课堂上她也是我们的小老师 可以帮我们就是引导同学 老師的动作 比方她在带运动 她可能动作是这个动作 可是同学一直始终都是这样 然后她就跟她说 你要跟老师做 她就会帮我们去引导说 你要跟老师做 然后像中午午餐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主动 拿着我们给他的餐盒 在他们那间的同学 他都知道同学的名字 然后也会知道 要把便当送给谁 92岁的长者 这个能力其实是 真的非常非常的稀少的 我觉得很棒 刘苏贤 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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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 你先去 再来 有些长辈来 你会觉得他每天 好像都是郁郁寡欢 那我们有些长辈 每天来他就是好开心 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了 他就是要把握他的每一天 在他们省少学校就是放下 然后也不要去执着 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很清安自在的 过每一天 这样子 我觉得长照这个工作 对我而言 是一个可以立人 又可以立己的一个工作 就让自己有收获之外 也可以帮助到 自己家里的长辈 苏贤了 刚进来的时候 看到苏贤妈妈她在 在外面她是收衣服 而且那个动作是非常俐落 甚至夹子放在哪里 她都很清楚 来 夹子 好 夹子放这里 对 先把夹子放回来 好 再把衣服收下来 对 这衣服啊 对啊 这是谁的啊 这一件 我的 这件你的衣服 对 把他俏了 哇 好 日照的功能 多元化的一个课程 透过这样子的带领跟刺激 长辈 他的退化的速度 就比较不会那么样的快 可以维持长者 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功能 对长者而言 或是对照顾者而言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会不会做运动 会啊 会啊 你都做什么运动 对 好 会这样 像最近讲话 三峡的那些亲人 他会跟我聊 还记得谁 记得谁 还有他工作啊 怎么样照顾家啊 他都会讲 比刚刚回来的时候 已经好很多 好很多了 来 一人放一半 考考你的金头脑 来 一二三 怎么样的 现在是什么样的 八 八 再一个 快 哪一个 这蓝色 蓝色的什么型 什么型 三角 三角型 什么东西一样的 有大小不一哦 八小不一样 八小不一样 鱼 八一样 八 对对对 他有进步 他健康很好 照顾他起来是 蛮有成就感的 F说 一二三 在日照的话 我很放心他在那边 因为他们都照顾得很仔细 课程都安排得非常好 洗澡也在那边洗 就喜欢了 所以很感谢他们 在日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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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长照工作 我们学习到的一些知识或技巧 用在他们的身上 我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他们的一个向荣 对我们而言 就是一个最大的回馈 好散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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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